跟进来,其他银行股就是中银香港二三八八 checkroom都有朋友问,27元有货,现在都赚钱了 但他说应该持住还是走呢?其实还有没有升呢? 还有昨天看到恒生,就是说他因为内房投资的撇像 其实都有一个不小的金额 中银香港你的预计会不会更加大呢? 其实我是会,第一,两点 第一,其实千万不要因为汇丰股公布业势相对理想 又幻想和输射其他银行的表现得好 其实我们就是说,由今年的第一季度的业绩 我们看到开始,无论银行股的股价和银行股的业绩 第一季度的业绩,已经显示了各自营 好像搞到各自修行那样的 因为我们变成香港第五波,或者是国际的环境 理论上每家银行面对的事情是一样的 大家在同一个地球 问题是,你发觉每一个人的收益都不同 真的不知为什么,在今年是很明显的 所以变成说,其实第一个要点就是 不要因为汇丰股股变得好 我就幻想就是说,那中银也会好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为我关键的证据就是,刚才我读过那些评论 汇丰和恒生作为母子关系 那个performance都可以差那么远的 你有什么证据是说中银香港一定可以跟汇丰股股做得好呢? 那应该是第一个要思考的逻辑 而第二就是,我们就是说中银也是一个比较中资背景 是浓厚的一个企业 所以我相信以逻辑推断来说,在内房那边 我觉得多或少都应该是会有的 那变成说,对于它这个季度的业绩的performance是理想 我自己用我的基金经理的经验 或者是研究的经验 我就不表示太过乐观的 而近日的股价 都是相对陋陋陋陋的 都显示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中银其实 加上现在近乎的股市这么差 你看到现在已经崩了价位 我知道刚才15分钟之前 都已经是说过,你最好不要那么快逼近196 一说完,我现在迫近196 所以变成说,你可能可以考虑 赚一点点离场先 会否创定了再做 或者等佩洛西的飞机顺利着陋了之后 然后再考虑,那可能会好一点